十三號上午,桃園市長鄭文燦來到虎頭山創新基地園區的多功能展覽館 參觀智慧駕駛與資安物聯成果展 國發會和經濟部也到場與會 今天就把第一期的成果向大家展示 包括自駕車、無人載具、還有資安物聯網的推動 那這些新創事業或者是高科技廠商 都有很好的成果 事實上雖然是經過兩年的育成 跟既有的產業創新都連結在一起 那我覺得雅系計畫是成功的 虎頭山創新基地園區 致力於研發自動智慧駕駛和物聯網科技 現場展出如智慧聯網耗製 自動烤披薩機器等聯網科技成品 另外成立兩年多來 園區輔導了全台運行的自駕車團隊 更取得了第一張自駕車測試牌照 成果不凡 台灣在推動自駕車的測試商 虎頭山創新園區是最重要的 我們拿到第一張自駕車的測試車牌 其他各運行場域也多半跟我們合作 希望我們將來車聯網產業 資安互聯網產業都可以從這裡來產生 2 1 請啟動 當天也是園區第一次啟用多功能展覽館 展覽館建築融入環境 未來將邀請創新團隊進駐 舉辦研討會和展覽 並提供場地給附近居民使用 記者劉宇婷 桃園報導